蒸个眼睛 对 它会特别过去 你懂吗 这其实是很不礼貌的一件事 杨子其实给我一种感觉 它是在故作可爱吗 它是在装帅吗 我脑子里面浮现出四个字 它想给人造成一种 它在戏弄人间的感觉 就是它对什么都看得很淡 我在玩 游乐 玩 我觉得真的好中二 但其实这个杨子 在整个这个过程中间 我觉得 我特别不能理解的是 他这个所有这些行为 其实我找不到 背后的那个脉络 他要睡觉好像也是故意的 他要捉弄也是故意的 可是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他认为所有这些人 对他来说都不重要 我为什么要给我认为 我不重要的人 任何好的态度 和好的这个礼仪呢 是的 你们与我如无 对 我根本就不看 你们就不在我眼里 我想怎样我就不看 是的 有个细节 你看之前 这个在六个人的场里面 他经常是那个最张扬的 整个场都是跟着他的节奏走的 可是张权玲老师一来 你会发现 他就缩紧了 甚至问到个人财产的时候 他是知道这个问题的核心点 你看他整个状态 说话都开始结巴了 之前没有结巴 是的 而且之前他所接受的 顶多就是首歌吐槽个一两句 首歌是点到极致的 张群老师是一直一直追问的 就一直追问到 你说黄胜仪不重要 明明他才是主角 明明他才是平台的关键 对 他被迫得承认这件事 可能对他而言 这是一个人生难得的忍耐 我就感觉他从开始画像那一刻 就感觉他确实挺奇怪的 我感觉没有 弄清他来这个节目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大家都是希望透过这个环节来 解决问题 看看自己 了解自己 也希望看到另一半的 我们画出来的结果是什么 对 但对于杨子哥的这个状态就是 他真的不在意义 因为他连家庭 爱情 另一半 孩子 都不在他在意的范围 我还在意画出来什么吗 那刚刚杨子是在哪一刻把 黄胜衣形容的就是功夫里面的样子 他那个时候回神了 这话是问他他那个穿的什么衣服 他说白衬衣 碎花裙 齐腰长发 从那一刻开始他去回想了黄胜衣 是不是就是他其实印象最深刻的 就是胜衣当初那个样子 对 还有一种可能性 就如果我是一个经纪人 我可能把明场面经常去展示 这个比较赚钱 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 他希望黄胜衣永远停留在那个时间段 很听话 崇拜他 跟随他 还有一种可能 那就是他买的那个外套最闪亮的标志 所有人最熟知的他那个标志 我就给你把那个标志讲出来 不然这外套白买了